后台有粉丝问我老公对黑丝着迷那个事情的时候 老是要求我穿她的心里变态吗 我先跟你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啊 这是国外的研究人员 他们专门挑选了一些代表女人性感的这些物品 什么口红啊 短裙啊 高跟鞋 黑丝袜 性感的睡衣 还有白衬衫等等 结果有76%的男人把黑丝袜排在性感第一位 而且年龄越大 学历越高 对丝袜的喜好程度也会上升 大家如果你们对我刚才说的这个话没有感觉 我再给你们看两张图片 好 这两张图片你们看到了 你们就说这两位女士 哪一个更欲解男人更喜欢 最好是男人更喜欢 答案我相信你们都不言而喻 第二个对不对 为什么男人喜欢黑丝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首先黑丝能够引发男人的征服欲 有调查就显示比起白色的或者肉色的丝袜 男人更偏爱黑色是因为黑色象征着神秘 性感火辣 还能展现女性的那种优雅高贵的气质 同时黑色还给人一种冷酷刚硬的感觉 这很容易激发男人的征服欲 那再加上丝袜又是薄薄的一层 看起来一丝就破 而且黑色和白皙的这个肤色结合在一起 反差就更加的强烈了 这人的视觉和心理 本来就容易对矛盾的事物 产生好奇心 那进而就更想要去探索 去征服 那第二 黑色激发了男人的原始本能 黑丝不仅会让他觉得 女性的这个腿部很有诱惑 很性感 还会让他对这个女人的整个形象感到兴奋 触动他最原始的内心欲望 而且黑色的丝袜还会给人一种柔软的触感 就是男人原本具有想要保护女人的天性 所以这个柔软的这种黑丝 又能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温柔的情况 被诱惑和被本能的这种保护欲的反差 就又一次激发男人渴望亲密接触的欲望 那第三个就是增加了想象空间 就像情绪内衣一样 黑色这种半露不露的感觉 是很容易激发人的想象力的 它会平添一种暧昧诱惑的氛围 所以喜欢黑丝 说到底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而且夫妻之间如果都能够接受 这就是一种夫妻情绪 当然了 黑丝只是一部分男人的拼好 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 所以想要增加夫妻情绪 还要根据你们家自身情况来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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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